没有告别 一尘永远 没有相约 何时再见 真心相爱的情侣 未必能走到最后 中华人命负合国 告台湾同胞书 中国人民正在收担 要奋斗 就会有牺牲 一一不生 爱的真 天上人间 声声唱 对你诉说 一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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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恋 少年三年 海风浪 救人 别给我给你的出卖 王宋 刚才最后一响 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 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 让我亲身 那两个世界的女 谁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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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宋 该 该 干咱们这行呢 有谁不危险 死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很可怕 老百姓如此 共产党也不力挽 子莫一再竊取那份七十三名军统 潜伏特务名单的时候 她也怕 而且非常怕 每天晚上做梦都会酷刑 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女子 在面对敌人酷刑的时候 宁死不屈 宁死不屈 敌人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到后来我明白了 他之所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是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 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 前有则目以 后有我将心 服从命令听指挥 也都忘了 我就是要亲手除掉鬼子用 哪怕因此还组织处分 我也认了 你一定要这么做的话 会影响我们整体的计划 正要先一旦被杀 就会给国民长进攻延安 留下口识 而且那条大鱼 不会再浮出水面 我答应你 你得让鬼子溜 死在你的手里 何时何地让他死 你听我的指挥 不像你父亲吗 想 我很想 可是我现在更想的是 完成任务 罐头都给到了吗 罐头带到了 话我也带到了 报 韩科长 你先回去吧 关于去杨家林采访的事情 我需要和上级汇报一下 请你转告金木然先生 巡人启事已经播出了 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 好 什么 那个陶尉闯大祸了 他打上了一名 日本共同学校的学员 他说是无意的 可大家都看着他 明明就是故意的 人呢 被送往中央医院了 金先生 哪儿弄的 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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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合身 有什么合身不合身的呀 八路金的衣服 都是二十百 交给你个任务佳心 是 这给我也弄一套 六哥 要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怎么了 你能穿 我为什么不能穿 我能穿 您就是不能穿 为什么 军统六哥穿八路军的衣服 我不能想 我也不敢想 还别说 你真像个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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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身 Rick 不敢想 人 我 let me 我 MARSim 你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我越看你越像个芭露 您何必说我像啊 直接说我是不就得了 这话您在延安叔叔也算了 会山生可不敢说 会掉脑袋的 人家还年轻 还没活够呢 是吗 我越看您越像个 你是不是想说 我穿的人模狗样的 其实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呢 反正您啊怎么看 怎么都不像个拔鹿 看你直接说不就事了 您要是拔鹿 那就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螺子能生娃 老表 我听到广播了 是你在寻人 是我 听你的口音 倒像是干州那边的 不 我是江西渔都的 渔都 我去过 我在那里以革命的手段 将地主阶级的土地 分给了农民 这个金浩然家道还不错 有钱开茶叶铺 那都是老皇帝了 家道已经败过了 老表 别着急 我们江西老区来陕北的人 可多了 如果我见到余都的 就让他来找你 好 谢谢啊 我走了啊 好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不惹我吗 小姐 请您跳个舞 好 韩小姐 谢谢你帮我播出寻人启示 有找来了吗 有请 不过头部是金浩然 别着急 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出两次 明天还会有的 金先生 怎么不请我跳一曲吗 韩小姐 好像不是太喜欢我 我呢 是个知趣的人 胆子又小 不好意思请您跳舞 你怎么看都不像是没有胆识的人了 没关系 让我们以民主的秘密 共跳一曲吧 好 金先生 怎么会穿着我们八五军的衣服 这衣服 不就像您的名字吗 是 就像你叫金浩然这个名字 韩冰不也是你的名字吗 名字不就是这个人的衣服吗 我此次来陕北 最喜悦的就是西天游 仗至日月星辰 风云雨露 夏至花草树 鸟兽鱼虫 你在此山 我在笔山 你在牙上 我在川底 看着很远 其实很近 你想说什么 老汉跟女娃 她们本来不认识 却因为信天游 打得火热 志趣相投 可一到了饭点 又各奔东西 这像不像你和我 我和你 你 你来我网友之情投意合觉悟 你我本身陌路 偶然相遇也是你在此山 我在谷山 听着很近 骑舍很远 一旦曲终 必将人散 你我依然还是莫可 韩队长 是吗 抱歉 不过曲子马上要结束 你我不会散 信天游 不断投 为什么 上天啊 总爱给人开这种玩笑 真心相爱的情侣 未必能走到最后 而刻骨铭心的仇家 却总能在相逢 不如偶遇的巧合中 抬头不见 低头见 来 发生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桃位不见了 什么 这些什么时候的事了 天黑前后 到了中央医院 大家都在忙活日本学员 TX光片的时候 其他人都等在门口 跑回去搜索接手 人就没了 原案今天有外出的车辆吗 有 今天有位首长的肺结核复发了 病情严重 中央医院要了车送他去西安 车开走后 从垃圾堆里滚出一个人来 被桃位换的衣服 他才是原本要跟去西安的医生 去把妈小五叫到我办公室 是 干吗呢 我没干吗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还做了个梦 我梦见我亲手抓住了胡宗男 我正拿枪顶了他脑袋上 就这个时候 你叫人把我给叫醒了 陶位也就那个公术 很可能要遣回国统区 放你出来 就是想让你带人把他给追回来 不关我禁闭了 他如果和政要先兵分两路 很可能要给咱们造成 守卫不能坚固的被动局 你不知道 其实关禁闭可舒服了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还有人把饭送到炕头上 就插在嘴里了 上 我刚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说了什么 笑什么 晋国大英雄韩科长 你放心 挺坏蛋跑不了 这么有把握 你以为我真没心仰呀 我这心眼多着呢 啥叫闷驴踢死人 我早在刘家岭 通往敌区的路上 都埋上了地雷 昨天跑出去就干这事去了 那不为这还为啥 我人实在 脑袋不会七拐八拐的 但是对于那些 一肚子坏水的坏人 咱也不能手软啊 长本事了你啊 快去 把人给我带回来 是 你对政要先此举怎么看 他玩的是阳谋 不是阴谋 何为阴谋 何为阳谋 阴谋就是打牌作弊 阳谋就是掀翻牌桌 听你这口气 你似乎已经把他们看穿了 他无所谓看穿不看穿 因为他玩的是阳谋 所以把一切都放在 光天化日之下 不怕人看 没有秘密 但是有一点 他掌握了世事的脉搏 所以去世不可逆转 什么意思 你明知道他在挖陷阱 却不得不跟着往里钻 就像现在 他支开了公术 就想转移我们的视线 一旦转移成功 那么接下来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搞破坏了 可问题是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转移我们的视线 在延安他熄不喜大浪 但是在国共军事辖区交界处 就很难说了 公术现在正赶往刘家岭 正所谓鸟出巢 兽出窝 必有所谓 如果他们动用国民党军队 进行配合 那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们必须马上通知作战部门 让他们密切监视国民党 驻金的一举一动 那个国军团整裴花南 我们本人就是军统分子 这就是他玩的洋谋 明着他在耍计谋 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你和江欣一人一个 帮我看看 怎么样 像他吗 要瘦一点 眼睛再大一点 你打十八遍呢 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五年 没见面了 我都快记不起他的模样 他拿给你的罐头 你吃了吗 一个也没舍得吃 这些罐头啊 确实是我在上海吃过的老牌子 这丫头还真有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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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那老家哪里呢 尾的 咱俩是老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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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死 好 听见了吗 又一倒霉袋 踩就地雷了 有情窝 你爸 跟我来 快 快 人死你就要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王八毒了 看娘的 还是让她给捧了 这真真的是个亡命图啊 这围区就这么 让她躺过去了 回去怎么向韩阁长交差啊 走啊 别动 毒了 来来来 给钱给钱给钱 二六九二 不动 双一八度 下去吧 是 怎么弄成这样啊 继续继继继 你尿了 快快快快 别去 别去 换你你不尿啊 谁不尿我叫他上大爷 是是是 来来来 这回头 我又结屁 我说你们都散了吧 鸟都叫了 来 散来散来 走走走走 来 叔叔 怎么弄成这样的 你有没有干的衣服 先给我弄一套 等着啊 是 韩小姐 你这太不礼貌了吧 那幸亏 我今天早上起得走 否则就让你给堵被窝了 虽说延安破除封建迷信 不讲究男女授受不亲 但如此情境 实在是让我尴尬呀 你的部下 要延安来采访 跑到别的地方去 和我燕没打招呼呀 这是你们羡不礼貌的 韩小姐 请坐 韩小姐 起得真早啊 我也想多睡会儿 可有人不让呢 这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啊 你说呢 您这么聪明的人 一定猜到了 我这大清早来访 是为了什么 你不就是想知道 陶魏去哪儿了吗 您能告诉我吗 这个还用问吗 他肯定不在这儿 您别光顾着吞云吐雾了 这大早上起来啊 我习惯抽职业 不吞云吐雾呢 我这一天都没什么精神 这是多年的文字工作 养成的坏习惯 我希望有人 为昨天的事情负责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啊 您又在端活动 你说的 是那个小鬼子被打伤的事 陶魏是有意伤人呀 不错 陶先生的确是有意的 不过在我看来 只伤了那个小鬼子的腰 有点便宜他了 如果是我 我就善了他的命根子 他是战俘 他是柜子少 他杀了我们多少兄弟 糟蹋了我们多少姐妹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我们应该化敌为友 那是你们的想法 大仁大智以德报怨 这种境界 我们这种小知识分子 怎么能达得到啊 我听说 按照你们的佩脊制 这些小鬼子 比你们吃得都好 你们吃小米 他们炖炖大米白面 一周 还能吃上一顿饺子 一个月 有三块大洋的津贴 是 攻心为上 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没有看到那些日本学员 已经由敌人变成了战友了吗 放下屠刀 以为就能立地成佛 做梦啊 好 我们不谈这个了 韩小姐还有事吗 你能告诉我 陶魏究竟去哪儿了吗 队长在他身上 我怎么知道啊 他去中央医院 把那个小鬼子 送走了 有本事呢 你们自己去找 捉贼拿脏 这贼呢 已经被你们认定了 可这脏 总不能让我 越祖带袍地替你们拿吧 金先生 您这是在向我挑衅 是不是挑衅 在于你怎么看 这大早上起来 我是脸没洗 牙没刷 韩小姐还有事吗 我们不斗嘴了 开成布公吧 我知道 你不是金默然 至于是谁 我就不要直呼其名 鉴于目前 还是国共合作时期 我们不会 无缘无故地动你 但我也想提醒你 好自为之 不要自己 往枪口上撞 这么说 这脸皮就算丝了 那我也就不用 牛豹琵琶瓣遮面了 我肯定要动 而且 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动 有本事来抓我 没有证据 你奈我何 你是不是过于自信了 我一向如此 至今也没有让对手 失望过 传说中的金先生 我喜欢别人向我挑衅 你成功地激发了 我的革命斗志 韩小姐 谢谢 不必客气 为国家培养人人之事 是我人生奋斗之目标 过去这样 今后 亦如此 是 这个女人 一大清早就来兴师问罪 点破我的身份 你认为她是一时气急 失去理智吗 我怎么知道啊 难道女人不了解女人 谁知道这些吃话分子 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她不是无心 而是有意为之 人家在给我下药 而且 剂量还不少 你能确定公术从江心那儿偷走的 就是一部微型电台吗 毋庸置疑 摄影机中有被磨掉的军用滤漆 我们对摄影机进行了增重测试 从江心认定的重量 减去机壳的重量 差额刚好和一部微型改装电台 大致相同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今天上午我故意情绪失控 让鬼子六知道 现在我们在发狠桌拿公术 所以接下来 鬼子六肯定会利用电台和公术联系 通知他不要再回延安 公术不回来就剩他一人赌 那我们就不用再担心 他们哪一个是暗度陈仓 哪一个将会是明修战道 有没有发现异常电波啊 鬼子六为什么还不发报 难道他也系终公术啊 他是不是绣他是吗 他那鼻子啊比狗还理 正要先这么做 一是不想在延安留下 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而他相信公术有本事 自己能够绣到来自延安的杀机 吃东西 吃东西 看 不要再担心 和手 吃东西 吃东西 quantities 吃东西 吃东西 看他了 安邸陪宅 私人已逝 这就证明鬼子六果然有电台 不然公术不用报平安 这个混蛋 居然利用我来帮他们携带电台 私人已逝 私人 谁死了 照着这份电文的内容 用军统的频率多重复几遍 是 每间隔一小时就发一遍 万一鬼子六果一收到 我们不是白马了吗 你放心 他肯定能收到 公术不是正在给他发报吗 这说明他们二者之间 早就有约定 不使用电台 那还约定个鬼 你怎么回事 都没有被发报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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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有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没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没想到 你怎么回事 这封电报不是公事发的 什么内容 陆汉青落网 现已招供陆汉青 韩科长 我这里信号较弱 发报的一点离这里很远 发报的一点离这里很远 不过使用的是军统频率 军统发来的消息 他们什么目的 难道是要针对鬼子六 暗示他些什么 我还是不明白你 你把他传出去 到底有什么用 万一鬼子六就是共党 他听说他的同口叛变 他还敢回来吗 你的疑问就是答案 只要他不敢回来 就说明他有问题 军统的鬼子六居然是共党 这绝对称得上是国民党的惊天丑闻 那以后军统还有脸跟咱们斗 那假如 假如鬼子六硬着头皮回来呢 毕竟信路的 除了念共党的金 什么也没招 我还有后手 目的就是让鬼子六回不来 你去给我找几个人来 必须都是在战场上 九死一生能活下来的老兵 军队 那可是军统的尸体范围啊 我们军统能给他们的好处 我们三倍 三倍也行 调查鬼子六 绝非圣策 杀了他 才是一劳有益 在山城我们拿他没办法 但是在共区 他死了 谁能把这笔账 记在中统头上 与其苦苦地找寻 他是共党的证据 不如 我们借共党这方宝地 杀人 军统发报社 杜汉清被捕 军统并且叛变 这个消息 顿时冲走了戴笠之死 带给他的喜悦 军统为什么要发 这样一份电报 正要先判定 此举应非军统所为 而是中统的阴谋 目的就是让他 不敢再回山城 正要先意识到 老陆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一天了 连个动静都没有 鬼子六可真能撑得住气 难道打算 丢宿宝具了 公输这条可怜虫 被人卖了呀 还替人家数钱 莫名其妙发来这么一封电报 军统到底是什么目的 陆汉清 我好像听谁提起过 你能肯定 这真是军统发来的吗 不过我也奇怪 军统发这不痛不痒的东西干什么 私人 那是谁呢 你说什么事情 能让正要先这样一个人 一晚上睡不好觉呢 别人婆姨跟别人跑了吧 没真心 你看看 这正要先真有心事啊 你看他那手敲着 跟蹦斗似 传说他手指一敲就想杀人 你得通知吴婉君 不要轻易和他接触了 谁还敢接触他 狗都绕着他走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往往越是结果眼上 他越能爆发出惊人的潜力 当年他陷在日委手里 都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谁能想得到他另辟袭击 活活把一盘死棋给盘活了 最后日本的大佐呀 亲自把他送出了特高科 还给他拘了一躬 那不是日本鬼子吗 你说要说傻 还有比他们更傻的吗 跑到别人国家来送死 我就不相信了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他鬼子里还能蹦得几下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有几件你是敢相信的 万君出来了 没睡好吧 睡好了 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一觉睡到现在啊 是吗 是您没睡好吧 瞧你那黑眼圈 我没睡好 也是睡到了自己的炕头上 天亮的时候你的屋门响过 延安的火石 可没有我们来之前想得这么差 你的那包罐头呢 我都吃完了 是有人帮着你吃了吧 这么苗条的女子 长了个大象的胃 你研究过共产党的书 看过论池九战 研究过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 叶剑英在南岳上课的时候 我也在现场 你的档案写到 你擅长小谷部队敌后作战 据说在某次会战中 你带一个小分队神鬼不知 独走了日军情报官 神鬼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抓来的那鬼子 攻出日军行动计划 有一个任务非你莫属 一千美金 你敢不敢 一千美金 您不是要我把命卖给你吗 差不多 不过对我来说 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 战争已经结束了 两千 这不是钱的事 我是个军人 如果提着脑袋做买卖 给我一万我也不干 三千 派你去刺杀陕北共党的首脑 刺杀共党 对 三千美金买个脑袋 这贯枝够高的 不会是毛先生吗 他来重庆谈判 都没人敢动刺杀他的心思 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从来不会有 只要能干掉一个大人物 就可以了 敲山正虎 只要这样 共军的士气必然受挫 如果他们能就此放下武器 接受国民政府的一党领导 那连你们 不也能早一天卸甲归田吗 共产党的官都杀鬼子 你让我杀他们 这不是变相地让我当汉奸吗 你到底干不干 随便找个大官就行了 甭管他是谁 只要干了 这三千美金就是你的 就这么紧呢 本身就不复杂 那好 但是家伙一定要应手 我给你配备青一色的美式装备 比当年德国装备中国宪兵 差不到哪儿去 你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你们进入共区后 就是瞎子和笼子 那边被吃话的老百姓 绝不会站在你们这边 你们进入陕甘宁边区 你们需要一个联络人 而这个人 就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 一枚贤子 你们唤醒他后 他会配合你们行动 你们会事半功倍 那我怎么联系他 这个人叫炎俄 你去的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把他从 共军的秧格队里解救出来 戴笠将军乘飞机 从北平途经青岛 飞往上海 这是我们安插在中统的弟兄 送过来的情报 田湖很有可能对六哥不利 中统在军队里找兵来吧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估计是歪嘴和尚念真经吧 找的那些兵 都是什么来着 参加过不少战斗 据说个个都有些身手 曾经小分队作战 俘虏日军情报官 军队不归中统管 他们这么做 不是受人于禀吗 谁知道他们中统到底想做什么 现在有很多事情 又不能挑明了说 这戴老板刚刚过世 军统上下 人心似变 一旦出了事情 有没有人替咱们说话 还不一定呢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小心使得万年传 你赶快给山北传个话 让老六多加地方 是 中统 军统 就像一对同胞拐胎 就像一样 一样的地步 在澹湾的地方 在澹湾的地方 在延长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